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事这么高兴 我今天和毛龙龙约好了 一起带米花在小区里玩 你这翻箱倒柜的是找什么 是这样的 今天在幼儿园里我弄糟糯外套 而且今天天气这么好 我要穿一条花裙子 云朵妈妈你看 云朵妈妈我是不是最美丽的公主 公主殿下 我已经把象征你美丽的王冠给你戴上了 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什么事 等一会可能会下雨 你跟毛龙龙出去玩的时候要带雨伞 莲花糖 快出来玩吧 云朵妈妈您看 现在外面还是大太阳呢 米花 我们走了 出去玩了 现在到处了 好的 都到齐了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等一下 雨伞在这里 云朵妈妈 这把伞不能收缩成很短 拿着很麻烦的 您看现在阳光这么好 怎么会说下雨就下雨呢 我先走了 棉花糖 我在这儿 好柔柔 看 我带了什么 我们可以和米花玩张飞盘子游戏 你怎么还转了一个圈 我扔了肯定很远 好紧张 你快睁开眼睛看看 让我来试试 你可要做好跑很远的准备 我去看你 吃吧 要软一点 软一点 米花糖 你扔得也很近 不如我们来回扔吧 好呀 下雨了 我们去那边小田子得到雨吧 怎么办 我们肯定回不去了 妈妈 你快来接我 苗花糖 毛绒 米花 米花 米花糖你接快了 我就给人们喊我们 苗花糖 毛绒 米花 你们在哪儿 是远走妈妈 远走妈妈 远走妈妈 我来接我们回家了 远走妈妈我在这里 我来接下来 妈妈 远走妈妈 对不起 我不应该不听您的话 你下次可一定要记住 我以为我被困在外面 再也见不到远走妈妈和蓝天爸爸了 放心吧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妈妈都会来找你的 远走妈妈 以后您说的话我都听 我们爸爸给米花心脏了 我们爸爸给米花心脏了 真正的朋友 全鸟们都不理我 要怎样才能和它们做朋友 我给米花心脏了 我带了好吃的糖果送给你 怎么了 棉花糖 你不高兴吗 我刚才去看水鸟了 你是说小区花园的水鸟吗 那个水鸟宝宝很可爱 我很喜欢它们 可是它们不理我 不会的 水鸟很友好 水鸟很友好 我每次去小区花园 它们都会对我唱歌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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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那我再去一次 我要和它们做朋友 嘎嘎嘎嘎嘎 快来呀 朋友们 来唱歌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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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和你们做朋友 怎么都不理我 水鸟真的不愿意和我做朋友 你怎么哭了 谁欺负你了 水鸟不理我 你说的是小区花园的那群水鸟吗 就是它们 它们怎么了 是不是在你的头上拉臭便便了 没有了 水鸟才没有那么恶心 小苹果说水鸟和它做朋友 还嘎嘎嘎嘎唱歌给它听 可是水鸟不理我 别傻了 水鸟可凶了 怎么会友好 小苹果骗你呢 那群水鸟在我头上拉便便 可臭呢 我和小苹果说的完全不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 反正我没骗你 拉便便的水鸟不可能和我们成为朋友 水鸟没有对我唱歌 可是也没有在我头上拉便便 到底它们愿不愿意和我做朋友呢 云朵妈妈 您说水鸟能不能成为我的朋友 你喜欢它们吗 嗯 你喜欢它们 它们也一定会喜欢你 相互喜欢 当然能做朋友了 我是很喜欢它们 可是我不知道它们喜不喜欢我 它们喜欢小苹果 给小苹果唱歌 它们不喜欢汤圆 它们在汤圆头上拉便便 水鸟对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事情 妈妈觉得你可以向小苹果和汤圆再了解一下 应该有答案的 这倒是个好主意 小苹果 你和水鸟见面的时候都做些什么 就是给它们喂好吃的 然后唱歌讲故事 对了 我帮水鸟宝宝清理过脚上的杂草 真好 那是应该的 它们是我们的朋友 大人 你们水鸟见面的时候做了些什么 什么都没做 我的球滚到湖里 打到大水鸟的翅膀 我想让水鸟宝宝把球推过来 大喊了几句 大水鸟就跑来拉便便了 这就让我明白了 我相信水鸟能和我做朋友 朋友们 不要紧张 汤圆也是你们的朋友 我才发现水鸟不行的时候挺可爱的 我早就应该和它们做朋友了 它们怎么走了 水鸟 水鸟 水鸟帮你找回来了 谢谢你们朋友 谢谢 谢谢你们朋友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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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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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